新一期財政預算案 調整了港人首次印花稅的稅階 樓價1000萬以內 物業重解印花稅有不同程度調整 當中以樓價300萬 調整最大 由原先要付45000元的印花稅 現在減至100元 這項措施有坊間熱烈的討論 不但令上車人士受惠外 更加可能因為成本降低而增加了粒名的誘印 假設一對夫婦共同擁有600萬物業 現在將一半業權賣給另一半 只需要付100元的印花稅 如果物業價值更高 以分斷粒名的形式去做 到底可不可恨呢 假設物業是800萬的時候 多於一名的業主持有的話 過往坊間都在流傳中 只需要每次將200萬的業權比例轉走 只需要付100元的印花稅 不過到時候要申請按揭的話 就可能會有難度 如果要以這個方法去做的時候 而物業本身有按揭在新的話 因為要轉換業權 要重新做個流契 也要重新申請按揭 而這些每次的成交價只要200萬 所以很多時候 銀行都會拒絕他們的申請 最近我們遇到一個類似的查詢 客人和兩名家人 以分權持有的形式 去共同擁有一個價值600萬的物業 客人想購買另外兩名家人的一個業權 不過他又想省稅 所以他打算先買其中一名家人的業權 但他向銀行查詢握揭的時候 銀行拒絕他的申請 所以他就找我們協助了 我們了解過之後 原來客人這層物業仍然有按揭在新 總增加銀行300多萬 但他今次的成交價只要200萬 所以銀行就拒絕他的申請 經過我們協助下 最終我們都找到一間銀行 願意批出的貸款 就是用一個樓價600萬 批出一個六成按揭 即貸款額是360萬 而息率是3.475萬 也都是有現時二手買賣比較低的息口 我們成功幫客人做了申請按揭 不過同時我們都有提提客人 如果他想在兩年之內再買賣另外那名家人的業權 到時就要重新再做個樓契 也要申請按揭 可能到時候都要被一個佛式 所以客人就要衡量到底是否有一個急切需要 要做這個申請按揭 最後其實過往都多次提醒大家 用這些分段申請按揭所供的風險 這個做法其實一般是適用於現契樓 如果層樓有按揭在新的話 就可能遇到上述問題 不過到時候如果真的要做申請按揭的話 也要留意轉名人士的收入 能否通過壓力測試 另外一樣都要留意 如果在短期內多次做這些連續性的申請按揭 可能就會引起稅高的關注 就會覺得是一系列的成交 到時就可能被追稅 所以有這個申請按揭的想法 就適宜先向專業人士查詢一下 就比較適合